今天我给我们的创业者和经营者 分享一个创业实战当中的一个技巧 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 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没有影响力 这个人创业就很难 是不是 没有影响力 没有人 没有人脉 没有流量 没有粉丝 没有播放量 然后他卖什么产品 别人不信 是不是就这两点 说没人没流量 不相信你 你说你这两点都做的不好 你能够成功吗 你要么你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人民币 我多花钱 我没有影响力 我打广告 现在的流量不就是两种 一个是社交化的灵量 即什么 即影响力 一个是广告流量 即花人民币 说你没有人民币 不想花人民币 你就必须得做好社交化的流量 即影响力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话 叫做人若无名不创业 你都没有名气 你怎么创业 但是我们的创业者和经营者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名气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你若无名 可以借名 你若无利 可以借利 如何来借名借利 给大家讲解小窍门 打个比方 说你现在想借我的名 借我的利 怎么做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做的 把我500多个短视频 看个遍 看一个点个赞 然后呢 写出相关的评论 有人说老师 你就来推你的自己的短视频了吧 不是的 我在做QQ空间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 当年我们做QQ空间自媒体的时候 那时是很赚钱的呀 我刚刚写的时候什么呢 是没有名的 但这个领域当中就有几个特别有名气的 我就关注了他 但是呢 我想在这个QQ空间自媒体当中呢 一下子出来 一下子上位 那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用了一周时间 亲 我用一周时间啊 真的从早上到晚上 一周时间 就盯一个人 因为我列了两个目标 这两个人是这个领域当中的绝对的 number one number two 我用了一周时间 我先盯那个老大 因为他俩的关系都非常好 我就盯着老大 从早上到晚上 我一个一个文章 那时还没有短视频呢 一篇一篇文章我看 看一篇文章 我写一个点播 文字控制在十个字到十二个字 十个字到二十个字 不要写太多 写太多就彰显了嘛 彰显你牛逼了嘛 人就会很烦 就很客观的 就这样说吧 说呢 你这样人感觉到舒服 越让人感觉到拍了马屁 还不卑微 就这种 然后让所有所有的网友都看到了你的名字 你看 我做上做 兼实七天 一百多篇文章 我全给他点个赞 然后全给他做回复 紧觉得他蒙了 后来我们成为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现在也在一个组织内 他给我讲了 他说 黄克啊 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二货 你个傻逼 你知道吧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这一定精神病的 可是第二天之后我发现 你这个人啊 有点思想 当你坚持到第五天的时候 我真的不想让你放弃 因为我给自己一个赌注 说你这个人 如果能坚持七天 我一定什么呢 主动回复你 主动教你 结果你坚持到了七天 因为他在什么 他在澳大利亚 他的时差 跟我们的时差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每天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我的 我的那个留言 啊 结果呢 什么呢 结果他加了我的QQ 然后我们之间就聊 聊完之后 非常尊重他 我说 能不能把我们之间的QQ聊天几个图 啊 我发到我空间谁 显示一下 他说没问题啊 他说你只要做啊 我认同你了 咱们以后就哥们 大家能听懂我说的这个经验和经历了吗 啊 这是你啊 最基本最基本 有点一个人的什么呢 这一个心嘛 就算很可能是很慢 但是的话 你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人家会尊重你的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可以借别人的名啊 借名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和社交嘛 你真的让人感觉到 嗯 这个小伙子很牛气的 你知道吧 什么叫做借力呢 就是当你之间发生了关系的时候啊 你把他截个图啊 啊 或者跟他互个动啊 人家给你点个赞啊 后来的话 他大量来推我 我这一瞬间的话呢 不到一个月 QQ空间的阅读量是十几万 就上去了 人家几十万的粉丝 点一个赞 对不对 吞你一下的你不就全来了吗 或者说在自己下面那些粉丝留言当中 着重的跟你一聊天 这个就跟我们社会当中的这个一样的道理 说这个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对吧 那么面对了一万个人啊 这个粉丝呢 在那给他什么互动 他只跟那几个人在一起交流 那你说这一万个多个人是不是都会认同他 他也是个好人 一个道理吧 你要他再自我介绍 在人家下面来说 各位好啊 感谢老大给这个机会 我是啥啥啥 15个字 20个字以内 他一瞬间就把那粉就吸起来了 啊 所以呢 通过今天这个小的案例和我亲身的经历 我告诉大家 无名要有要有名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创名 你要借别人的名 借别人的利 才是你创业成功之道 我是黄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如何借名 如何借利 这些小的案例 我会陆续的给大家分享 谢谢